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千鳥 歡迎收看今天的PRB90分鐘耐久賽 第八戰 GTSGN24在柳泉國際大柳樹賽道 我們現在看到的畫面是 在47圈的時候 熊本熊追上了 這個套他圈的成員 熊本熊這場失誤算比較多 但他的圈速是很快的 究竟有沒有機會抄回來 免除被套圈的下場呢? 熊本熊後面還跟著阿賢 也是這場新參加的車手 也是很厲害的一位 這個賽道真的是非常的討人厭 只要稍微一壓邊就會飛得好遠好遠 而且很難開回來 我覺得很難跑的一個場地 來到最後一個彎 藤根差一點點就出去了 稍微吃了一點沙 不過速度也受到影響慢了下來 完全被跟緊 順利通過地人彎 接下來是一段連續彎道 這個賽道最能轉的驅盾 熊本熊 熊本熊似乎沒有辦法完全的跟上 喔!藤根又吃到沙了 而且這個整個吃出去 有沒有法秒呢? 就目前看起來好像沒有 還受到影響被熊本緊跟 而且要準備來到大直線了 最後因為跟太緊熊本車身 周圍有點扭曲 錯失了這個機會 如果繼續跟著的話 就是很有可能再轉一超車成功了 尾流加上藍寶的直線速度 阿血已經有點跟不上 熊本身的外偏 還好沒有出去 遊戲要結束 有866隊超跑 這里應該是巨X4啦 看起來就非常的猛 最後一個大大的彎道 這個彎道在結束的時候 歐度會越來越大 我也很討厭這個彎 兩個人都稍微有點吃到沙 決鬥再往前一圈 窮奔跑開了,收得回去嗎? 收回去了 精湛的技術 跟到藤原的時候,藤原沒有防守 會不會被超過呢? 沒有機會超過 欸? 突然遇到了一台God 出現在賽道上 雷射關得很緊喔 雷射關得很緊喔 還是沒有能超過 還是沒有能超過 雷射本進了那些 順利超車 馬上路線交換 藤原再超回來 好可惜啊 雷射本 這就是剛剛我們在畫面上稍微 不要繞幾眼的那一段吧 同樣的圈速 前面是雷射本跟藤原的對決 雷射本 剛剛有稍微看到他閃回賽道 那時候應該是失誤了 所以調到了第五名 然後被阿賢緊跟 連續完準備結束 阿賢進到了Guard的內線 下一個彎內外交換 沒能超車 可是阿賢好像速度比較快一點喔 阿賢企圖從外線進攻 在這個大圓弧的彎道上 這個策略失敗了 回到直線 吸著微流 阿賢走了 稍微中間一點 防守 阿賢從外側進到內側 一口氣要過了嗎 在下一個彎前 還是被擋下來 不斷地找尋這機會 連續彎道又來了 阿賢一直想要從外線進來的方式 瞄準出彎處超車 阿賢企圖的防守沒有這麼簡單被突破 阿賢守著內線 阿賢 阿賢差一點就要出去了 阿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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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接近兩台一起衝破終點 阿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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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高速關到,看得似乎有點外偏了 可是速度還剩欸 阿仙終於要進了嗎? 沒能進去,所以是蠻小心的 可以看到前面在跑的熊本 好像這一圈距離有點拉開囉 應該是剛剛那個連續彎最後的地方 阿仙慢了一點 會不會來就此甩開呢? 兩個人纏鬥進入第四圈 阿仙好像要再次跟上囉 看車子這樣高速衝過完真的還蠻帥的 阿仙打到機會塞進內側 但還是沒有能超車 Guard稍微吃了一點沙 車子也穩住 保住了前面的位子 później 路邊那個是我 地外入境了 吃了一片的沙 他們怎麼吃沙都沒事 我吃沙就轉軍圈了耶 果然技術還是有差嗎 前面的熊本好像也不是說這麼的遠 兩個人如果步調過快 或許有機會可以跟上熊本喔 偶爾都還可以看到熊本出現在鏡頭中 偶爾進戰了 進戰了 11分 應該是超軟胎的關係 所以特別的 多進一次 二十幾分鐘就會進一次 出來還是藍旗 不知道是快一圈還是 超會一圈 在纏鬥中後方有藍旗 這是一件非常困擾的事情 要讓也不是 不讓也不是 阿賢完全跟上了 幹了 再一次改 逮到超車的機會 我要幹了自己失誤 跑去外面吃草 增上外面的防護牆 退出了這場戰鬥 好可惜喔 都鬥了六圈了 在這時候失誤 又要到第六名 熊本好像也失誤了 變成第五名了 再來 第三 比賽開始沒多久 翔哥追殺我的時候 好可惜喔 因為這場實在是太容易衝出去啦 我這場是用 硬胎來跑 他們全部都是用 軟胎或超軟胎 我害怕 超軟胎摔退之後的感覺 不敢用 結果也沒有開得比較順利 翔哥刷車個人最佳15 1分15 前面還有 尬德 我開了內線 被翔哥逮到機會 再下個彎我 室內線 把位子搶了回來 翔哥再一次進入我的側面 從外側 一口氣超過去 再連續完 精彩的超車 我雖然還企圖靠著尾流跟上 但還是 被慢慢拉開了距離 第二名 起跑圈 一開始排位拿到第一的是渡邊 藤原則是第二 在這兒 看了渡邊和阿賢在這場的表現 看我都想要連完成全球前驅車大賽之類的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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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緊 給予非常大的壓力 看到一台失誤的顯哥 意外如今 對 第一圈要結束 年金技能 進入最後一個彎道 左邊沒有防守 保持人本的路線 開的扣夠快就不會被超車的策略 開的扣夠快就不會被超車的策略 距離好像稍微拉開一點 馬上又跟我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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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易 嚇彎 端 但第一名的寶座也拱手讓人了 可惜呀 第一名 十三圈 強哥追上了渡邊 渡邊已經落到第六了 另外近戰的關係 暫時跳到後面來 前面不然錯,還有第五的阿賢 渡邊稍微吃殺 位置跟翔哥交換 渡邊非常激進的,想要趕快超回原本的位置 連錦要拚命閃燈,車子左右搖擺 進了,進了內線 兩台車並排了進入最後一個彎 渡邊順利超車 倔哥原本要反過來走內線 還是被超過 守不住 而且一超過馬上拉開距離 可以感受到緊急的FU 前面一臉阿賢正在追熊本 也是追緊緊的 這時候,因為我輪胎的關係還沒有進戰 所以我還在他們前面 可以當陸隊長的感覺 如果我守得住的話 我們趕快去走 緊跟地進入最後一個彎 怎麼收來個大直線尾流超車阿 感覺最容易超車的地方 怎麼都還沒有看到呢 熊本進站 阿賢士已經進我站 整整的對手還在前面 聖修聖修聖修 遇到聖修了 聖修出去了 聖修聖修是被我頂到車尾 所以才出去的 我的錯 因為那個食物大家 四台車連在一起了 我這個假的第二名陸隊長 究竟還撐多久呢 第15圈準備結束 尾德黏得非常緊 貼著出彎 終於 期待已久的直線尾流超車要來了嗎 距離不斷縮短 不斷縮短 我手內線 高得走外線 被超車的杜邊頂了屁股 直直的往外衝去 退出了這場纏鬥 太慘了 杜邊頂了拉一下 又掉回最後一個 剛剛直線同步超車的說 兩邊馬上就是連續彎了 杜邊進了內線 阿賢跑了一個大歪線 杜邊成功超到中間的位置 然後直接把我擠開 被搶到第二名 我慢下來也被後面的阿賢通過 阿賢繼續跟著杜邊 準備進入最後一個彎 非常近的距離超了雄擊 能不能反擊成功就看這裡了 可惜距離被拉開了 這樣看起來是沒有辦法了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精彩成功片段 這次的成績 經過扣分之後 第一名成員 二十分 第二名小翔翔十五分 第三名阿賢十一分 第四名渡邊六分 第五名熊本六分 同分 第六名God四點五分 第七名Yokomo三分 第八名我2.75分 第九名聖修2分 第十名熊雞0.5分 到第八場的總分 八場的話等於是 每一場都參加了已經 拿滿八場的成績了 接下來的成績 除非有跑出比較好才會變動了 目前第一名 藤人126分 第二名小翔翔100.25分 第三名我77.25分 第四名渡邊62分 第五名熊本雄45分 第六名聖修40分 第七名God25.75分 第八名熊吉14分 第九名阿賢11分 第十名Yokomo三分 這兩位90名都是這一場才開始參加的 後面還有很多很多的機會可以爬上來 再來則是車隊的部分 經過扣分之後 第一名是幹化軍團 拿到6分 第二名是秋名山的怨靈 也是拿到6分 第三名God4.5分 第四名斷線部隊2.75分 第五名東東雄0.5分 總分的部分 第一名目前是秋名山的怨靈 116分 領先了不少啊 第二名幹化軍團81.5分 第三名God25.75分 第四名斷線部隊21.5分 第五名洞洞熊13.5分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精彩片段 喜歡的話可以在下面幫我按讚、留言、分享出去 訂閱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比較不會錯過新的影片跟直播喔 還有FB粉絲團跟LINE的官方帳號也可以去追蹤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